2013年慈激辛亚助学奖励金即将开跑 马来西亚亚比联络处首次邀约各校老师出席说明会 互动中达到沽通与共识 让老师们了解这项计划的推动 同时更加认识慈激 这个说明会很好 因为它会给老师们一个新的概念 说明这个活动的目的 然后它的申请的条件也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尽我的力量去帮助这些贫困的学生 说明会吸引了51间中小学 共65位老师出席 当中幸福校园计划引起老师们的兴趣 踊跃提出疑问 希望为学校有需要的学生尽一份力 事实上有兴趣是 也以此啊 也可能很多要用到那个 那个教do会用那边好像难考 因为我们常常有些 我 seeking活动就知道 找到问题的根源 解决问题的根本 来自北干必打单小学的塔米娜老师 才完成另一遍的会议 就赶紧前来说明会现场 因请向慈系志工请教 新疆助学奖励金说明会 吸引了有志的老师出席 意味更多贫穷家庭的学生 可以获得社会的关注 让孩子看见希望 大爱新闻杨秋凤 马来西亚雅必报道